請大家多多支持真愛趁現在 我真的好奇 女生會真的怕昆蟲嗎 妳會怕嗎 會 妳會怕哪類的昆蟲 嗯 蟑螂算盲 蟑螂不算昆蟲 但是我大的螞蟻也會怕 大的螞蟻妳也會怕 對 壁虎也會怕 壁虎 因為壁虎很會大便 講壁上面就會有一塊一塊一塊 妳知道嗎 但是妳知道嗎 壁虎很大便耶 但是壁虎是在日本的說法 她會保護這個一個房子 就是保護我家裡 我看到壁虎 我從來不會去 就是去弄她或怎麼樣 我會把她當作好朋友看 對 而且她會 很可愛 對 因為妳知道壁虎 她會吃蚊子耶 是喔 對 就是如果妳的房間 有任何不好的重重 壁虎全部都會把它 就是解決掉 但是我覺得啊 妳一定會用拿這些 蚊蟲來弄女生 就下女生 但是沒有 有時候就是看她的 對方表情會很好笑啊 妳看 這種心態是不對的 不會不對很好啊 不對啊 哪裡有不對 而且我現在不會啦 因為我現在學聰明了 但是呢 以前我真的會 每次被妳弄一遍 被妳欺負 就覺得每次都快嚇死了 但是我現在對妳講什麼 都開始不相信了 欸其實我現在講的話 才要相信好不好 真的嗎 講到妳不會真心的話 也是啦 對啦 妳看我現在對她多好 妳趕快找一點時間 來宣傳妳的書 我懷舊歌謝謝 那本就是懷舊歌的 對啦 我呢 出了一本書叫做 《日語意想世界》 這本書呢 裡面有介紹了很多 日本的好玩的東西 好吃的東西 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文化 都寫在裡面 還有我小時候發生的一些 很有趣的事情 然後我第一次 對男生告白的事情啊 都寫在裡面 所以妳為我寫在裡面喔 蛤 我小時候不認識妳 妳不是跟我講 妳第一次告白是跟我告白的嗎 我真的沒有跟妳告白過 愛莎騙我 嗨唷 開始亂講話了 反正呢 大家多多支持愛莎的書囉 就我是打字幕的粉絲的話 你是完全贏樂的粉絲的話 你是完全贏樂的粉絲的話 你是愛莎的粉絲的話 你是我的粉絲的話 你是羅志祥粉絲的話 一定要去支持愛莎的書 好 謝謝 完全贏樂 明天見 喔 明天有錯結論喔 我會有一個跨世紀的記者會 不要錯過 明天見